欢迎来到我们影视娱乐党中央节目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是关于一部改编自邓丽君故事的国产剧《但愿人长久》 这部剧讲述了邓丽君的生平故事 播出后立刻拿下卫视收视第一的宝座 观众们纷纷表示被剧中的故事所吸引 接下来年度大热剧《墨语云间》在全网热度榜上连日夺冠 成为现象及黑马 虽然热度高涨 但口碑却出现两极分化 尤其是陈乔恩饰演的反派角色引发了热议 最后 庆余年二完美收官 剧中的美女角色让人眼前一亮 尤其是宋毅饰演的范若若 娇俏美丽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收视第一 改编自邓丽君故事 这部国产剧能拍出来真不容易 腾讯 这么多年了 第一次见这种题材 正是观众对电视剧《但愿人长久》的评价 这部讲述亚洲歌坛女神邓丽君故事的人物传记剧 早该拍好 却因种种原因迟迟未播 直到现在才得以与观众见面 播出后 迅速登顶卫视 收视榜首 剧中不仅再现了邓丽君的传奇人生 还带观众回到了那个激情 燃烧的岁月 比如1953年邓丽君出生于台湾省眷村的一个贫苦家庭 父亲邓叔原本打算将他过继给别人 但最终改变主意 给他取名丽云 寓意清俊秀丽 剧集真实还原了邓丽君儿时生活的场景 充满年代感的村庄和青山绿水 让观众感受到那股浓浓的香愁 剧名《但愿人长久》 也表达了对亲人平安长久的美好祝愿 全网热度第一 墨与云间火了 这次陈乔恩吃到了红利 腾讯 年度大热剧《庆余年2》完美收官 网友还未从大结局中缓过神来 于正的墨与云间便强势接荡 迅速登顶猫眼全网热度榜首 虽然口碑两极分化 但这部重生复仇大爽闻剧集 靠着快节奏剧情俘获了大量观众 吴锦岩饰演的薛芳飞 从被害重生到冒名顶替进入乡府 展开了一系列复仇行动 虽然剧情被指逻辑不够严谨 但女主角一路开挂的复仇者联盟 设定让人欲罢不能 此外 陈乔恩饰演的继母 继书然和李梦饰演的长公主 都给观众带来了惊喜 陈乔恩在演反派 表演功力更上一层楼 蛇些美人的人设塑造得十分到位 虽然《墨语云间》在细节上有所欠缺 但凭借爽感和快感 热度预计还能再创新高 演完《红楼梦》 15年后演《庆余年》二 她更加娇俏美丽 果然红气养人 腾讯 《庆余年》系列的成功 不仅在于范贤的主线剧情 还在于群像刻画的出色 第二季中 宋艺饰演的范若若 再次成为观众的焦点 范若若不仅学医 会动手术还苦练狙击 成为范贤的得力助手 范若若从小在丹州长大 后来回到京都 成为京都第一才女 她聪明才智 和无条件支持范贤的态度 让这个角色充满魅力 宋艺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范若若的成长和变化 展现得十分自然和真实 出道十几年的宋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娇俏美丽 她在伪装者中的 《军统女特工于曼丽和坠序》中的 其女子苏坦儿等角色 都受到了广泛好评 如今的宋艺 不仅外貌出众 更展现了一种 岁月静好的内在美 这种美源自她平和快乐的心态 和自信从容的气质 腾讯 41岁韩学 口碑下跌 她做错了什么 在最新一期的浪姐中 韩学以其伟大的 家子音惊艳亮相 引发全民模仿热潮 尽管她曾因聪明优雅的形象 赢得众多粉丝 但如今网友们对她的厌恶 已积累已久 她在节目中表现出 以老卖老的态度 频频审判他人 却又试图展现年轻 时尚 多才多艺的形象 她的表演被多次嘲笑 专业见解也常被其他姐姐打脸 韩学的高傲态度 和频繁提及爷爷的背景 令观众反感 她曾因急诊事件 和声代言事件 引发网友抵制 如今她仍试图用 清高人设 掩盖自身能力不足 不知还能在娱乐圈坚持多久 腾讯 聚红是非多 墨语云间时常 被质疑违规 或面临下架整改 墨语云间 自开播以来 热度和口碑持续上升 但也因此 引发了关于时常违规的质疑 网友指出 该剧每集时常 基本在50分钟左右 违反了广电总局的规定 尽管广电总局表示 已拍摄完成的剧集 可酌情处理 但墨语云间 是在通知生效后杀青的 因此质疑合理 该剧总集数为40集 前13集时常 已超时94分钟 业内人士表示 该剧可能面临下架整改的风险 但修改时常并非难事 观众也建议删减一些不必要的片段和戏份 认为这将有助于提升剧集质量 腾讯 脆皮青年胡歌 风感拽解金镜 石化女神高圆圆 这片子想笑死我吧 《走走停停》是一部让观众笑声不断的喜剧电影 剧情轻松愉悦 笑点密集 且不尴尬 影片通过生活化的幽默描绘了老百姓的日常 角色刻画 真实生动 胡歌饰演的无敌和高圆圆饰演的缝溜溜的互动充满喜感 金镜饰演的无双则展现了年轻人 风感的拽解人设 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多项大奖 胡歌的脆皮青年形象尤其亮眼 影片通过细腻的生活描写和冷幽默的笑点 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 是一部适合与亲友一同观看的佳作 联合新闻网报道 拉拉队女神春春前网名制作人邱立宽母亲灵堂质疑 见到邱立宽就惊呼 你怎么变那么瘦 原来群群因为常上蓝心眉的节目 与邱立宽有一定的交情 两人大概半年多没见 群群对邱立宽的瘦身感到讶异 不出灵堂后 群群表示自己有鼓励邱立宽要多吃东西 恢复胃口 群群的经纪人也透露 群群平常食欲很好 知道邱立宽经常不按时吃饭 所以特别提醒对方要注意饮食 吃好睡好 联合新闻网报道 48岁的舒奇在信义区惊喜现身 为经典就座千席曼波出席应钱活动 舒奇自2017年台北电影节后 便未公开亮相 此次为经典做出席 昔日的绝美剧照也再度展现 舒奇的美貌完全动灵 依旧俏皮可爱 她在听外亲切与媒体和粉丝打招呼 一名粉丝更激动大喊好幸福 千席曼波是舒奇 首次演出侯孝贤作品 获得国际间无数奖项 包括砍城影展最佳技术大奖和三座金马奖 电影中的她将孤僻 自我毁灭的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摄影李平斌的细腻影像描写 也让影迷回味无穷 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湾首部二战悬疑剧集《听海勇》今年入围 法国《里尔 series mania》剧集展 并将在2024年台北电影节首映 该剧释出超前岛预告 60秒内展现了二战期间的残酷史实和战争暴行 演员黄关志透露入戏秘诀 每次上戏前的换装和上装都让她进入角色 吴汉林、黄关志和朱又成分别饰演 台籍战俘、监视员三兄弟 拍摄时经历了尘土飞扬、动作戏、轰炸戏等艰苦情景 施名帅和连玉涵饰演被关在战俘营中的 中华民国外交官夫妇各自遭受身心折磨 周厚安饰演国际战犯法庭的检察官 远渡重阳寻找凶手、追求正义 导演孙介恒表示 这部剧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她和团队 在中山堂参与台北电影节的VR工作坊 腾讯没有人能拒绝一场酣畅淋漓的泥潭大战 昨晚奔跑把十二第七期爆笑来袭 跑男团成员李晨、郑凯、沙翼、白璐、范澄澄、宋雨琪、张真元和飞行家 并魏大勋、于阳、谢依林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泥潭大战 网友们纷纷表示我的快乐又回来了 范澄澄在游戏还没开始就用泥巴给魏大勋画了一副金丝眼镜 现场callback梦艳辰引发爆笑 首轮泥潭大战中 沙翼展现了老将风采 轻松淘汰了白璐和魏大勋 然而谢依林才是真正的狠角 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套住杀意 并在第二局中单挑五人 最终将李晨、范澄澄等人一一击败 黑队直接团灭 团战环节也是笑点不断 范澄澄用泥巴攻击白璐 白璐瞬间变成泥鹿 让人捧腹大笑 整场泥潭大战紧张刺激 所有人都变成了泥娃娃 范澄澄更是重现经典泥人形象 网友们直呼 家人们赶快刷起来吧 腾讯 汪峰的新恋情 罢评了520热搜 此前她多次被拍到 与网红女友森林北一起同框 引发恋情争议 5月20日 情人节这天 汪峰大胆认爱 并辟谣婚内出轨 表示自己是去年10月份 在工作中认识李乔女士森林北 4个月后开始交往 对于网上的恶意舆论 汪峰深表歉意 并表示会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她和女友的权利 尽管有人吐槽 汪峰儿童节 只赔森林北 不管孩子 但事实并非如此 6月7日 有网友在机场遇到汪峰街行行和弟弟 父子之间的互动 足以说明感情深厚 汪峰穿着黑色T恤 黑色紧身裤 早早来到机场 等待孩子们的到来 当看到女儿醒醒时 她难掩笑容 伸出双手拥抱女儿 显示出浓浓的父爱 儿子则显得调皮 但汪峰依然耐心对待 尽管身为公众人物 汪峰依然像普通父亲一样 参加女儿的家长会和运动会 并亲自接送女儿上下学 足以证明她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腾讯昨晚歌手2024第五期直播 最终孙楠凭借悬崖斩获第一 香提莫第二 樊西亚第三 孙楠的唱功被全网夸赞 孙楠第一孙楠清唱开场等话题 登上热搜榜高位 然而知名乐评人耳蒂 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引发网友热议 耳蒂首先肯定了孙楠在声乐方面的功力 但从作品角度而言 她不喜欢孙楠这版悬崖的改编 认为速度改得很慢 有种在以0.75速度播放视频的感觉 耳蒂还对孙楠的演唱感到审美疲劳 认为孙楠演唱的华语抒情巴勒 几乎都像是一首歌 缺乏变化 对于耳蒂的评价 网友们议论纷纷 有人认同耳蒂的观点 认为孙楠唱歌基本都一个感觉 也有人反对 认为耳蒂用个人音乐审美霸凌网友 无论如何 孙楠的演唱依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腾讯 芒果音乐竞演真人秀浪杰舞 正在热播 尽管同期有歌手2024抢占话题流量 但经过前四季的积累 浪杰舞已经拥有了稳定的观众群体 依然在综艺市场中独树一致 芒果的舞美设计 选曲编曲和宣传造势都是业内标杆 邀请的36位姐姐各剧特色 牢牢掌握注话题热度吸引了大量金主 四次公演舞台过后 三位姐姐退赛 十位姐姐被淘汰 剩余的23位姐姐组成四个团 分别由七威 陈浩宇 蔡文静和萨鼎鼎 担任队长 王菲菲 孟佳 薛凯奇和黄丽玲 四位师姐组团帮唱 最终 陈浩宇团以1783票排名第一 七威团1760票排名第二 蔡文静团1744票排名第三 萨鼎鼎团1735票排名第四 四公舞台的表现惊喜满满 特别是陈浩宇团的精卫舞台 带来了强烈的视听冲击力 成为本季最佳舞台之一 腾讯 近日 汪峰现身成都机场接机 为自己的一双儿女接机 汪峰身穿黑色休闲服 显得十分清爽 八岁的女儿 行宝坐在行李箱上 滑出机场 见到爸爸后立刻伸手讨报 表现得非常热情 汪峰也蹲下身来抱女儿 父女同框的画面相当有爱 同行的还有张子怡的儿子 弟弟看起来十分淡定 对爸爸并没有像姐姐一样热情 汪峰和儿子的关系 看起来似乎不如 与女儿亲密 汪峰和张子怡离婚后表示 会共同抚养孩子 但有狗仔爆料称 儿子跟着妈妈生活 女儿跟着爸爸 不过从画面来看 姐弟俩还是有很多相处的时间 汪峰离婚后 迅速开启新恋情 与森林北交往 还被拍到牵手逛街 迅速走出婚姻阴影 离婚后 汪峰带娃次数变多 亲自接女儿放学 参加醒醒的学校运动会 妇女情深 张子怡离婚后 也在拼事业 带孩子的画面不多 但在六一儿童节 那天分享了带儿女过节的 有爱照片 腾讯 《藏海传》 历经五个多月的拍摄 终于杀青 《杀青特辑》曝光了不少惊喜 剧情以全谋为底色 讲述大男主藏海 为灭门真相 与国家安定 在朝堂上部不高升的故事 该剧由《甄嬛传》导演郑小龙操刀 预告中有不少郑小龙 给肖战讲戏 和夸奖他的镜头 显得很满意 剧中的浮化道和布景 非常精致 有质感 正剧风格明显 肖战的造型多变 演技细节也有所展现 眼神戏表现力不错 配角阵容强大 包括首次出演古装剧的于南 张国强 周琪 黄爵 陈延熙和乔振宇等 钟翰良特邀 出演《藏海的爸爸》 组合意外 但惊喜 女主角 由张静怡扮演 眼神戏 表现精彩 粉丝们对肖战和《藏海传》的期待 也体现在超过132万的预约人数中 尽管肖战过去几部作品 口碑不佳 但《藏海传》释出的首个 预告质量不错 阵容和制作都有保证 期待剧情给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